好 十元啊 看你和我爸想吃什么 直接拿这个出来 微波加热就可以了 好 我知道 我来弄就好 你赶快去上班吧 不好意思哦 不得不麻烦你 因为今天看护请假 没问题啦 你赶快去吧 米可 走 好 有人在家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 绍萱 你要去哪儿 我要去上班 我开车送你去 不用 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你不是也要上班吗 我间公司没事 多的是时间 走了 米可 妈 你不是要去看爸吗 那你去看他就好了 我自己去没有关系 不是 妈 你不能去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我还是想要坐你的编车 我们走吧 我就说要送你去 你偷偷拉拉的干什么 米可 走了 妈 再见了 你们自己要小心一点 好 我知道 拜拜 拜拜 糟了 快迟到了 我说去 我说去 你怎么搞什么东西啊 我说去 你怎么搞什么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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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多看你 你怎么搞什么东西啊 我才能做到 你怎么搞什么东西啊 我cere甘了 我这个味方竟然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就你一个人在家 看货呢 我 走了 怎么那么早 我刚刚去了邵萱上班的地方了 你 你也发现了 你早就知道了 我也是这两天在笑的 那你为什么不阻止他 我 我要怎么做 才可以救回我们的女儿 我觉得自己现在像个大石头一样 压得他都喘不过气 我趁生气为什么当中没有 直接摔死我 我不准你这么说 不是 他为了我 换到现场 牺牲了自己的学业 牺牲了自己的人生还有希望 我 我 值 值得吗 值得 当然值得 你是邵萱的爸爸 你如果看到 每次邵萱收到你的信 或者是接到你电话 听到你的声音 跟那副开心的样子 你就知道 他有多需要你 多在乎你 多渴望你的爱 什么样子 才可以让萱萱回家呢 回家 回你跟黄明的家 在那里他才可以找回他的青春 找回他的希望 希望 一枫 你不要忘了 赵萱是你的女儿 她遗传了你的人貌 也遗传了你的固执 只要你们妇女 两个家庭绝线时 谁也没有办法改变 就像当初 我要求你回来 你不也是毅然绝然地就走了吗 你觉得 我现在去了都收学回家吗 妈 你不要生气嘛 你叫我怎么能不生气呢 你叫我怎么跟你爸说 说你不愿意留在美国跟他一起住 是因为你要在台湾照顾别人的爸爸 照顾一个半生不随的人 他儿子都没有你来得孝顺呢 他没有儿子 他没有儿子 那你有想过你爸爸吗 你有想过你妈妈吗 我在美国 天天想你 天天担心你 就是不知道你日子过得好不好 我每天打电话回来给你小姑姑 长途电话那么贵 我一点都不心疼 我为的是什么 妈 你有没有想过你爸爸 有没有想过我 还是说 你只要有了爱情 有另外一个女孩子 你就可以爸爸妈妈都不要了 我当然也想你们啊 我怎么可能连你们都不要了 你既然想我们 为什么不回美国跟我们一起住呢 美国才是你的家 台湾不是 小姑姑家也不是 我知道小姑姑疼你 她不建议你住了她家 可是你好意思这样一直麻烦人家吗 可是我现在要念大学啊 美国没有大学啊 转学转不成 我们从头念起行不行 念多久都没有关系 我不在乎的 我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我不会再让你回去 做那个看护的工作的 我只是今天临时去帮忙的 因为那个看护请假 少轩又要去上班 你跟那个少轩 到底什么关系啊 什么意思啊 当初你为了她留下来 也流入这么久了 还不够吗 我很喜欢她 所以呢 所以你就要留在这里 陪她过一辈子 不但要当她的眼睛 还要当她爸爸的脚 当初你因为内疚自责 想要留下来帮她 这些我都能理解 我也劝你爸爸 让你完成这个心愿 因为这是你可固的地方 你善良细心 见不得别人 因为你而受苦 在现在的年轻人里面 已经很少能够找到这种孩子 可能帮人着想的了 所以妈妈一直为你 感到很自豪 可是我要给你爸爸交代 我答应他 这一次无论如何 都要把你带回美国去 要是让他知道说 我不断没把你带回去 还让你留在台湾 做照顾病人这么重的工作 他一定不会原谅我的 他一定不会原谅你小姑姑的 跟小姑姑没有关系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小姑姑一点都不知道的 你这样说他肯听吗 你爸的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事远 妈妈要提醒你 你不只是对那个女孩子有责任 你对你的亲人也有责任 尤其是对你的爸爸妈妈 更要有责任 你不要忘了 你是我们唯一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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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人生叫人心寒 你找来的看护请假走了 我不放心你爸一个人在家 留下来陪他 等一下我还要帮他按摩 按摩 黄少玄 你知不知道下半身不方便的人 要常帮他翻背拍打 他才不会发生褥疮 不知道 那你知不知道下半身不方便的人 要常帮他按摩复健 他的肌肉才不会萎缩 不知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怎么照顾你爸爸 还好我暗中交代那个看护做了这些事情 还有我常来帮你爸的嘛 要不然你爸早就惨不忍睹了 我不知道嘛 我真的都不知道 我要是知道我一定会帮爸做的 我相信你不知道 因为你宁可帮别人按摩 也不肯帮自己的爸爸按摩 妈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根本就没有在动物医院上班 你在帮人按摩 妈 我不是瞧不起按摩这份工作 相反的 我很尊敬他们 可是你不一样 可是你不一样 你是我的宝贝女儿 你年纪那么轻 我只要想到 你的小手皮肤那么嫩 要帮客人那么用力地按摩 你只要我心都碎了吧 妈 妈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可是我的眼睛看不见 找帮客真的饱满了 我 这家按摩中心 他们愿意教我 你对我也很好 你这样就录用我了 我已经很感激他们了 我知道 我知道 你这么可爱 谁会不想帮你呢 就算看不见 听到你这么疼 没个人声音 谁不想疼你呢 这就是我难过的地方 如果连不认识人 都想要帮你 而我这个做母亲呢 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 在外面受苦 我什么忙都帮不了 你知道我有多作折吗 妈 你不要这样讲 你已经帮我很多了 不够 不够 我如果是一个好父亲 我应该继续让你念书 我应该让你继续学大提琴 我应该让你好好的去谈一场恋爱 找人爱你 妈 妈 有人爱我 真的 就是今天 来我们家帮我照顾爸爸的那个男生 他为了我不去美国了 为了我 他愿意来帮我照顾爸爸 妈 他不在乎爸爸的病 他也不在乎我的眼睛看不见 妈 妈 妈 你今晚要睡这里了 不要回小姑姑家去 嗯 待会给你爸打个电话 跟他说两句话 好 我去一下洗手间 喂 是我 你到底去检查身体没有啊 你这样子老是不能睡觉也不行啊 腿打的身体也会受不了的啊 石渊在你身边吗 他在上厕所 等他出来我再让他跟你讲电话 不用了 我今天很累 我想早点上床 你怎么了 没事了 没事了 只是最近比较忙啊 请问你什么时候不忙啊 啊 每天工作到半夜三更才回家 也没办法睡觉 叫你看医生你又不肯 看医生也没用 你只是叫我吃安眠药而已 那你就吃嘛 起码吃了药你可以好好睡上一觉啊 没有看过像你这个年纪的人 脸上还会长青春痘的 我告诉你 你这就是因为不能够好好的睡觉 造成免疫系统失调的结果 吃药会上瘾的 我不用靠药物 你把食愿带回来 我就不累了 就睡得着了 你又来了 你每次都这样 根本就是在威胁我嘛 好 杨大哥 什么事 这次我是真的要辞职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不过我还是很舍不得你啊 我也是 什么时候走 下礼拜 这么快 我妈妈很担心我 为了要让她安心 要早点走 天下父母心啊 这我了解 杨大哥 我可以拜托你一件事吗 你说 你可以让邵萱接替我的工作吗 我一定会利用这段时间 让邵萱熟悉所有的工作内容 她很聪明的 一定能够很快就进入状况的 不是不是 十月 我不是担心邵萱的工作难力 我是怕这里的工作量被她 她会做全职的 所以她在这边的时间 会比我久 所以就算她做得慢也没有关系 她一定会慢慢的 好好地把事情做完的 好吧 那你就请她过来吧 不过知道她的事情要麻烦你了 另外我也会请小芬 多多照顾她 谢谢 谢谢杨大哥 谢谢啊 可 可 可也不能不能再按 没关系 再多按一下 这边的肉都没有弹性了 还有运动怎么可能有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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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那怎么穿不进去啊 你脚是不是变大了 或许太久没运动 有种水肿 我今天晚上洗澡也把脚洗干净 脚看起来黑黑了 那我们先穿拖鞋 我有空再去帮你买一双新的球鞋啊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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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下次 你今天看起来也好累 还早点休息 晚一点也 不是还要帮人家溜口 那我们记得要早一天出去玩哦 好啊 但我怕你工作这么累 没有力气玩 不会啊 我叫十元陪我们 这样就多一个人帮我照顾你啊 最近你 你还有跟十元联络吗 最近 这两天没有啊 不过你倒提醒了我 他那天为什么没有等我 就跑走啊 我要打电话去骂他 去 去 去 答 答应爸爸一件事好吗 不要去骂他 不会啦 我开玩笑的 他帮我这么多忙 我感激他都来不及了 怎么可能骂他 还有 要不要他再来家里了 常常叫他来帮我爸爸 我会不习惯 好 那我以后请他到家里做一做就好 以后啊 我不会再叫他当你的临时看护了 不不不不 来家里做做也不要 为什么啊 以后你们就到外面约会 不 不要回家 爸 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 真的没 没关系的 好 好 如果人家知道你女儿是做按摩的 你会不会觉得很丢脸啊 你不会永远都在做按摩了 我知道 可是现在我是啊 有时候 跟石原的同学他们出来玩 大家都会问我 你现在念哪里啦 然后我都开玩笑跟他们说 我念社会大学 石原就会帮我转移话题 不让他们再继续问我 我心里就在想 他是不是怕我受到刺激 还是怕我遭受异样的眼光 那你 有问他吗 有啊 可是他都跟我说 他有这么可爱的女朋友 骄傲得来不及了 信 信 信 来 来 爸爸在这里 把 把球给爸爸 你开玩笑 走吧 舒 舒服吗 舒服吗 原来按摩这么舒服 难怪有这么多人喜欢按摩 海岩 有哪边比较酸 这里 太高了 喂 詩恩啊 嗯 我知道那個地方啊 好 好 那我跟妳約在那見面 嗯 嗯 高先生 高先生 楊大哥請妳去明慧東部醫院上班 請我去上班啊 對啊 這樣妳就不用去做按摩的工作了 而且楊大哥給的薪水會很高 好 不過妳要做全天的 不能像我一樣 一天只去幾個小時 我不懂 如果我去上班 那妳呢 我要辭職了 為什麼 因為我要走了 走 走 走去哪裡 我要回美國了 小萱 小萱 我沒有聽清楚 妳可不可以再說一次 小萱 對不起 我要跟我媽媽回美國了 妳是去一下就回來 還是 還是 我一直待在那 不回來了 我會回美國念書 辦移民手續 在那邊完成大學學業 也許再念個碩士 在念個博士吧 我不知道 小萱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會在美國待多久 也許是永遠了 為什麼 怎麼突然變這樣 你不是說你會永遠在我身邊 給我力量嗎 小萱 我知道 對不起 你為什麼說話不抓謊 不要 我要你走的時候你不走 現在突然要走 你殺我 小萱 我不是故意的 你為什麼突然要走 是不是我做按摩 讓你覺得在你同學面前很丟臉 不是 當然不是的 還是你不高興 我要你去幫我照顧我爸爸 不是 都不是 我答應你 我不會再讓你去照顧我爸爸了 以後我們約會 都在外面 不要再去家裡了好不好 可是你不要離開我 你不要去美國好不好 思緣 你留下來陪我好不好 好 這麼晚了 還來打擾你們 別這麼說 思緣還好吧 很好 很好 謝謝他上次到我前夫家幫忙 他真的是一個很乖又善解人意的孩子 謝謝你的稱讚 這個孩子啊 從小就是這樣子 他的心思比別人敏感 可是個性又比別人溫吞 老是下不了決定 走一步 停兩步的 請用床 謝謝 謝謝 其實 我之前有去找過你前夫 啊 我是去跟他說 希望 希望你們的女兒黃紹軒 可以跟我的兒子分手 我知道這樣做很不應該 可是因為我答應了石原的爸爸 這一次無論如何 我都要帶他回去 我又很怕 那石原到時候會因為捨不得燒軒 繼續留下來 可是你前夫跟我說 他說 感情是兩個小孩子的事情 他不會給他們任何的建議 所以他也尊重他們的意願 最像他會說的話 但是我沒有你先生這麼的開通 所以 我想我只有來找你 我希望你能夠 站在同樣做母親的立場 了解一下我的心情 是 邵軒是個很可愛的孩子 我其實一點都不反對 石原跟他在一起 即使他的眼睛看不見 但是你知道的 我們家已經移民到美國去了 這石原如果繼續留在這邊的話 一家人分居兩地 總不是個辦法 而且我跟他爸爸 都很想他 我們希望他可以回家 所以 好了 我知道了 我跟我前夫不一樣 我沒有他那麼開通 如果什麼事情 都讓孩子自己做主的話 早就天下大亂了 而且我一直認為 因為石原跟邵軒 只是普通朋友而已 還沒有到分不分手的地步 所以我想你是多慮了 石原絕對可以跟你回美國的 邵軒也很開心 石原回美國 謝謝 你這樣說我就放心了 我就放心了 謝謝你 真的謝謝你 謝謝你可以體諒一個做母親的心情 我知道 我知道 你趕快帶石原回美國吧 我相信他爸爸一定很想念他的 我相信他 他一定可以得到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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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如常見得到歸杜 你不如常見到我 是在那裡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喂 媽 少薛 妳在幹嘛 沒幹嘛 我現在準備要睡覺了 爸爸呢 他剛剛吃過止痛藥 睡著了 吃止痛藥 為什麼 爸的腳最近都會麻麻痛痛的 有時候還會痛到睡不著覺 真的 那早一天我帶他去醫院做檢查 好啊 那我跟你們一起去 喂 小薛 你們也沒有事 明天 下班媽媽去接妳 然後我們去好好的吃一頓 再帶一些好吃的回去給媽媽吃好不好 好 老安 嗯 媽 這是什麼店 好好吃喔 你怎麼從來都沒有帶我跟自己來過 我跟公司的同事常來這裡 工作上如果遇到了瓶頸 我們就會來這裡尋找靈感 其實是來享受一下的 這麼好 那以後我要跟你們一起來 你別傻了 要是讓你爸知道 你寧可吃外面的東西 也不肯吃他煮的東西 他一定會很難過的 好久沒有吃爸煮的菜了 好啊 下次我請他到你那裡煮給你吃 不要 這樣不好 小萱 你跟石原最近怎麼樣 怎麼了 他要走了 是嗎 我以為他愛我的 我以為他會接受爸爸的狀況的 媽 我是不是太天真了 不是妳太天真 是這個社會 我有很多無奈的事 但是妳要學著接受 沒有啊 就像我的眼睛看不見 爸爸的腳不能走路 這種無奈的事嗎 我真的以為 他會永遠愛我的 小萱萱 妳要相信妳自己 就算石原沒有在妳身邊 妳也要懂得愛自己 什麼妳跟爸爸講的話都一樣 不知道嗎 是 小萱 我一直沒有告訴妳 其實我不希望妳跟石原在一起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妳可以找到 比十元更好的男孩子 媽 妳有沒有說錯 我沒有說錯 十元這孩子有什麼好的 想要什麼不說 不想要什麼他也不說 父母親離開了那麼久 也從來沒有聽過 他要回去看他們 這麼不孝的一個孩子 我怎麼可能讓妳 跟一個不孝順的孩子 在一起呢 媽 妳今天根本不是想要 帶我出來吃飯 妳是想要勸我離開十元 對不對 妳根本不用擔心 因為不管我要不要離開他 她都已經決定好要離開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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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поз Leonard 妳都已經決定了 我自己去到下 而且她都沒有最準確 都好 靠近來 動手 我ls 蠻的 動手 好啊 爸 妳可以放心了 石原以後不會再來我們家了 而且我會堅強的 我會笑笑的送石原走 也會像妳和媽說的一樣 好好的愛我自己 每天都從兩天出 fick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小萱 也许我不能够把你装在我的行李里一起带走 但是至少我可以带走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美好回忆吧 他要我把这个交给你 还有他说他不会把一个骗子放在心上 我真的是个骗子吗 到了美国记得多联络 史丹丹 杨医师 谢谢你照顾我们家石原 别客气 其实他帮助我比较多 石原 少萱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 好啊 第二次放好了 這就代表 你會永遠陪在我身邊 給我力量了 少宣 對不起 你怎麼老是在跟我說對不起 下次我們如果有機會再見面 你一定要改句台詞 一定 我一定換台詞 好 我要進去工作了 楊醫師這份工作真的很不錯 可以讓我認識很多的小動物 就連Miko她每天也都開開心心的 幸好是你要走 不然我也輪不到這個機會 做這份工作 謝謝 拜拜 小心 石緣 上車了 石緣 快點上車了 快點 快點 上車了 石緣 快點 媽 天上的心情 爸 爸 爸 謝謝你 你是爸爸的第一次 爸爸說過 楊王全會在主人的前方 守護著她 她會比主人早一步到達終點 所以 黃王全會留在天堂 除了會下紀錄 你看 我們會分得那麼開那麼遠嗎 我會安靜地在這裡 守護黑暗裡 勇敢的你 守護黑暗裡勇敢的你 一輩子我都願意 我愛你 就算你看不見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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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